欢迎来到有全面进场 12月29日 星期五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据CNN的报道所说 大陆经济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比如是房地产危机 消费疲弱 和青年失业率高企 而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就认为 在2024年 中国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而且中国往后将要面临着 几十年的经济停滞 中国国家安全部就批评 西方以财陷触策的方式 恶意编造中国以安全替代发展 排挤外资 和打压民企等的虚假罪事 其真正目的 就是要扰乱市场预期和秩序 阻断中国经济向好的势头 第二单消息 大陆各地爆发欠伸潮 在南京 有高科技企业 竟然间以法职分代替人工 引发网络的热议 在四川省垂陵市 一家中医院 有十几名医生 集体企跳土生 而在汕头 有环卫工人就说 因为遭到欠薪 大部分工友已经停工 垃圾在小区 对职如山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个微笑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CNN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似乎这家公司 都无据大陆国安部的警告 继续发布一些 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 而且所说的都是非常负面的 也很有机会被视为 唱衰中国经济 报道就指出 自从1978年 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以来的 几十年里面 一直都是成长得最快的 主要经济体之一 从1991年 至到2011年期间 中国的GDP 每年增长 百分之十点五 而在2012年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后 经济扩张的速度放缓 但是 截至到2021年 十年间 整体的经济 都仍是维持着 6.7%的增长率 报道引述 海投宏观主管 普利查德表示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似乎相信 通过一些刺激措施 和稳定市场的情绪 经济 经济就可以重新返回到 增长的轨道 但是他指出 中国政府严重低估了 经济放缓的 结构性程度 而且 不容易逆转 海投宏观的说法 大陆的当权者 认为 只要稳定市场情绪 经济就会增长 的而且 起确现在大陆 是被人看到 有这样的倾向 因为国安部就说 叫那些学者 财经的大夫 不要再在网上 说中国经济的不是 然后又针对 外媒的报道 作出批判 说他们全部都是搞屎棍 搞乱中国经济 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 没那么差 现在大陆就是 采用这一类 禁言 或者反击的办法 来试图 稳定市场的情绪 从而 促使到经济 回复到 增长的轨道 很明显 其实就把责任 归咎于那些 所谓唱衰经济的人身上 这其实我一直都认为 是不合理的 那些所谓的学者 财经的大夫 或者是外媒 只不过是代罪羔羊 真正令到经济 不是那些人 有 那些人都要等到 经济异 这个现象出来了 他才有得做评论 有得才会报道 谁搞成的经济 当然 按照着大陆 不要说现在这一朝 历朝历代 永远做今上的 都不会有错 有错就一定是别人错 在这个逻辑底下 就变成那些人 做代罪羔羊 但是 就算被你禁得住 柔柔众口 那又如何呢 那些人是不是那个情绪 就会从此回复起来 全力投入到 发展经济上 那些人有那么顺瘫 那些人 好了 报道又引述 美国企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史劍道 所说 他就警告 若然中国 不再去 采取重大的 市场改革 就可能会陷入 经济学家所说的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说 新兴经济体 在迅速成长 脱离贫穷以后 却是困在未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准的处境 你说 大陆现在是不是脱离了所谓的一窮二白呢 视乎观点与角度啦 如果你说要和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来做比较的 那就不用比了 你一定脱贫的 当年 全国人民大获犯 搞人民公社 大跃进 总路线 然后又搞文革 做有36不做有36年代 现在有6亿人口 每个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 9亿6千万人口每个月收入2000元以下 不过当年36元啦 是不是呀 但是 这样比就无谓啦 你要跟何时比呢 就是跟过去那30、40年以来 最高速增长那段时间来比 当然大陆我经常都说 他1978年打后 去到邓小平南巡定了调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中间他都经过了一段动荡 1989年的时候 又被西方制裁 围堵 去到1992年慢慢走出阴怀 为什么那20年能够增长得这么快呢? 就是因为建基于你 头三、四十年停滞 所以那个增长如果你 推回头 你不要用1991-2011的10%来增长 计算 你从1949年摊分开 其实也是很慢的 不过现在来到这一刻 无论你的计算是快也好 慢也好 或者你官方发布出来的数字 是真实也好 有水分也好 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 似乎大陆的经济来到现在这一刻 你要再发展上去的时候 真的走到了尽头 我们再看看那篇报道怎样说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报道指出 自从习近平上任以后 不愿意控制借贷 导致结构性问题加剧 即是说那些地方债 城投债 什么债 物债 其实一直在过去的十几年 都在玩这些财技 尤其是很多大企业 恒大 全部大陆的有钱佬 当时有多意气风法 一会把李嘉诚踩到变齿饼 没用 是不是 时间会证明一切 真金不怕红炉火 大陆的所谓首富排行榜 换来换去的那些人 但是来到现在这一刻 诚哥仍然还是压纳不倒的 这就说明了 你那些大陆富豪 全部都是过眼云烟 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早 真棒 是吧 谁站得最硬正 谁是建基于佛沙之上 时间就说明了一切 好了 接着那篇报道又说 更加糟糕的就是 北京所推行的严格清零政策 并且对私人企业进行的全面打压 都是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也重创了经济当中 本来应该最有活力的部分 以这些政策的后果 都可以从今年的经济放缓当中看到出来 比如说 各项的需求都是很低迷 消费力又疲弱 通货紧缩的风险又增高等等 大陆不承认 对于那些私人企业 没有做全面打压的 哪怕他搞了很多整顿风暴出来 包括针对最初的时候是那些 科网的企业 腾讯 阿里巴巴等等 然后又针对那些教培的行业 总之很多的行业都租殃的 最新的行业就是说 打那些手机游戏的行业 都出事的 不准批文的 那那些是不是对私人企业的打压呢 是不是国进民退的一部分呢 按照国家安全部最新的文章就说不是的 这些所谓打压民退的 就是属于虚假罪事 是为了故意制造 挑动 和放大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 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 扰乱市场预期和秩序 阻断中国经济向好的势头 就是说 你们这些外媒说中国的政策 打压私企 他说不认的 他说不认的 是假的 原来是假的 那之前有些整顿风暴是什么 原来是假的 原来那些不算是针对私企 或者打压私企的 那为什么要扶持他的发展呢 我不知道 问题就是 按照大陆的逻辑 如果那些外媒 或者大陆那些网红 大V 学者 说几句就能够 挑动和放大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就可以扰乱到你大陆的市场秩序 就可以阻断得到中国经济向好的势头 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弱那么交关呀 不是指责的 是不是 你本身也有一定的实力 说两句就倒霉 那不见美利坚俠中国倒霉 是不是 我真是最不明白的 那些蓝丝经常都说人家唱衰你 怎样唱得衰的 是好唱不坏 是坏就唱不上好 这是必然的 如果是坏 美国被你唱得衰了很多年 那些人还要前仆后继 拿绿卡 拿美国护照 全家拿 那这些怎么办呢 大家逗唱你 14亿人口他3亿人口 人家没空唱你 你不停唱人他还没死 现在都 这些怎么办呢 接着呢 CNN的报道就说 与此同时 房地产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碧桂园等的大型开发商 亦都被推向崩溃的边缘 并且逐渐蔓延到银行的部门 因为之前有些外媒的报道就说 现在既然房企 债务违约得这么厉害 就找内银来打救他 那风险就会蔓延了 好了 违约和全国性的抗议频存 外国企业 对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审查 也越来越警惕 并且加速撤离中国 导致 在今年第三季度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的指标 出现了自从1998年以来 第一次的负值 即是负增长 即是正流出 上海美国商会 在今年9月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只有5成2的受访者 对未来5年的商业前景 持乐观的态度 是自从1999年 这一项调查 开始以来的最低值 包括高盛 摩根斯丹尼 和瑞银在内的10家 大型投资银行 和券商都认为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建筑活动 未来一年 将会继续处于衰退 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 中国房地产行业 将会是连续第三年 处于收缩的状态 尽管大陆政府 推出了很多刺激 房屋需求的措施 但是 房地产市场的下降趋势 还未结束 大陆楼要引述施永清的说法 其实他的说法在自由市场里面 是可以用得到的 他说牛市有多长 熊市会相应有多长 熊市的长短 大约是牛市的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他说大陆 由于楼市升了30年 故此 熊市应该会介乎10年到15年 就不会说三几年搞定的 我也觉得他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最起码是10至15年 但是唯一一件事 我不同意施永清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理论放在 自由市场是可以讲得通的 比如说放在外国 那就讲得通了 但是你放在中国 由于他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你就不能说 熊市只有10到15年 因为 中国的 房地产行业现在是严重的 供过于求那里死的嘛 大哥不单止是讲一二线城市 尤其是讲三四五线城市 和乡镇 鬼城处处 没有人买的 甚至十万元 买到一层楼 有些福头 目嘴 还跑去买的 那些是不懂得死的 你买回去 就算你是全页支付也好 喂 他一会又说收你什么维修费 稍后又说小区 那些管理费 如何 那里都拖死你 拖垠你 其实 大陆做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有这样类似的情形 某程度上 亦可能是华人的劣根性 就是总之在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空间 你做某一个行业 或者生产某一件的产品 是赚得到钱的 你只要被人看得到 那他就是无罪扩张的 比如说在那条街 开餐馆赚钱的 整条街都和你开了中餐馆 比如说那一年 原来种荔枝很好收成 或者是很赚到钱 整个城市整个院 和你种同一种的农产品 那有什么办法你不死 水果也是如此 蔬菜也是如此 你搞房地产一样 房地产赚钱 那大家一起来玩 搞泡沫出来 玩音乐业游戏 哪一个先走的那个就赚 哪一个走不及的那个就扎死 其实就是这样搞的 哪有进取过呢 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在用同一种的思路 其实 只不过就是 到底规模有多厉害 如果你说搞农产品 最多虧了一年两年 然后你起码可以转得博 现在搞房地产 你哪里可以转得到 所以永远都是一窝蜂聚焦 来做一件事 直到做到爆雷为止 就是这样搞的 哪有改变过呢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这样的 很不堪啦 这个就没办法啦 至于大陆国家安全部 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篇文章 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统筹发展和安全 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必然需要 国家安全机关是坚决维护经济安全的 接着就说 啊 现在呢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使得既要克服一些内部困难 也都要应对一些外部的挑战 比如说 国内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池滥调不断出现 其本质就是 网图以种种的虚假罪事 扣建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 认知陷阱 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 否定 网图是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打压 说了一大论 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大于一切 就说你的外媒是虚构的 冤枉的 其实搞经济就不是搞安全的 如果要很安全地搞 你就不方会发得到围 你要安全地搞就很保守 如果你的经济要发展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也要面临着一些风险 没有说安全的 这个是相对的 你要安全要零风险 那你一定会增长得慢 你要增长得快 要发展得快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没有说百分百安全的世界 当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说了一句非常之重要的说话 叫做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说发展当中的问题 是必须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发展才是社会主义 只有发展才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故此过去的二三十年 为什么大陆面临着这么多的民生 生态 各样的问题 似乎好像没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经济不断增长 发展起来的时候 所获得的经济成果 哪怕很多权贵、贪官都拿了 问题就是 流到手指纳下 那些平民都还能分享 所以 发展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发展开始含入停滞 要说安全 你不见邓小平说安全才是硬道理? 你不见他说 安全才是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为发展才是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大陆各地爆发的 欠伸潮是怎样 据上流新闻的报道所说 江苏南京 有一家高科技企业 竟然 以法职分来对他代替 发生水 3000的积分 折算为一个月的工资 根据这个公司规定 无论是全职员工 还是兼职员工 都是发放积分的 全职员工每天100积分 3000积分 折算一个月的工资 即30天 都死了 要翻足30天 要不然你何为30天 每天100分 那没有节假日的? 周末周日又上班了 第一个月 就没办法兑换现金 第二个月的积分 可以用1.1倍 来兑换现金 第三个月是1.2倍 第四个月是1.3倍 直到第11个月 就以2倍兑换 职员工最多 可以在第36个月 以积分的2.5倍兑换现金 这个制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头三年 如果全部都不出粮的 只是出积分 你去到第36个月 就可以按照你得到的积分 的2.5倍兑换现金 就是出粮可以出2.5倍的 就是过去那三年 当然这就是只说了 三年之后你那家公司还存在才算 其实就是在倒白头片 叫你的人 你草积分 到这一刻有粮出的 你先做着 到他接完了 你就变成白做 但是要兑换现金 还必须要同时符合两项条件 第一就是要公司达到 收支平衡过后 实现年度盈利 利润是正数的 才出粮 第二就是 公司现金流具备相应的 积分兑换能力 并且对公司的经营 不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根本是霸王条款 肯去做的都是水瘀 但是仍然那家公司 是有人去做的 证明大陆的竞争 所谓的内卷 是非常严重的 是白热化的 随便有些东西做 拿一下经验也会有人去 死不死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 四川省垂陵市 中医院 核下的一间叫做 镇江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院大楼 在26日的下午 爆发了一宗 追讨欠伸事件 有十几名医生 用了一种非常具有创意的形式 来追讨欠伸 十几名医生 聚集了在医院大楼 四楼的窗边 打算以 企业的形式 来拿回工资 现场有不少市民 病人 围观 消防队在地下 紧急铺设了 橙红色的大型汽展 害怕那些医生 真的跌下去 最后当然没有去 没有跳 其实这些情景 几年前 恒大瑞峰有个 中伏的师奶 大家有没有印象吗? 我经常提到这个例子 又说企跳 又说要追讨那些 亏了的 首期 浪费了这些人 企跳什么叫企跳 企就企跳就跳 企跳就是不跳 当时的师奶还戴着口罩 害怕被卫生局的人 罚她五千元 没有戴口罩的罚款 这班医生的目的 不是为了跳 是为了讨薪 拿人工 当然不会跳 好了 医生要用这种形式 来追讨欠薪 当然在全国范围里 都受到关注 瑞宁市卫健委 发通报 否认医务人员是讨薪的 他们说这件事件 是由于 那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正是进行管理权限的调整 部份医务人员对调整的事宜 存在意义 当然很多人也不相信 是不是 别人都明明是要企跳 争取 薪金 要求你出粮 你就说他为了争权 争权要不要去到这么严重 是不是 大把方式 但是 土薪就要了 因为那帮在上位者 一尾 压着荷包 压着钱 不肯出 另外 在汕头又怎样呢 厉害了 这次冤崩难臭 据汕头市广播电视台的报道所说 当地最大的城中村 陈簇峡 已经多日 无人清理垃圾 有还位工人就说 由于他们是遭到欠薪 大部分工友都不做 垃圾堆积了有四五天 他们就说 差不多有两个月的人工都没法 山头市龙湖区新津街道办 回应说 当地的还位工人 在上个星期停工了两三天 目前已经是复工清理垃圾 那些基层员工没有粮出 很合理 有汉出没有粮出 当然不做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